范冰冰和李晨大方热爱后 小两口越爱越高调 让粉丝都等着他们修成正果的好消息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一组 范冰冰在西西兰逛街购买床上用品的照片 照片中只见范冰冰一套全黑的黑色装扮 头戴鸭舌帽再加上墨镜 但还是让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是范冰冰 从曝光的图片来看 似乎只有范冰冰一个人在挑选购买 悠闲逛起大卖场 期间他挑选床单棉被时 都一一用手摸触感仔细挑选 其中他更拿起一件蓝紫色男性上衣 貌似在帮男友李晨准备礼物 展现小女人的一面 但是却不见爱郎李晨的身影 不过范冰冰身边却惊现一个神秘男子 同样是一身全黑的装扮 一直在范冰冰的左右 这个男子是范冰冰的朋友 保镖亦或者是其他 不过我们恐怕无从知晓了 最近范冰冰和李晨的关系有点微妙啊 前几天范冰冰去纽约的时候不见李晨 只见范冰冰和造型师一起合了个影 本来和造型师合影也没什么 李晨毕竟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忙 而且最近李晨的面馆开张 范冰冰居然没有去给男友捧场 也是惊讶 只是最近范冰冰和李晨 两人一起参加的朋友生日会上 范冰冰和所有人都照了各种亲密贴脸照 就是没看到和李晨的合影 结果找了好久 才发现这张站这么远 老夫老妻还拘束啊 都不及旁边那对亲密呢 结果网友就开始脑洞大开 说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有嫌隙了 看着都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呀 还有网友都以为两人是要分手了吗 呸呸呸又乱说 而且他俩的微博最近也很少撒狗粮 和以前三天两头的秀恩爱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两人到了平淡期吧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多想 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所以现在的范冰冰和李晨恋爱这么久了 恐怕也只有赶快结婚 才能堵住网友的嘴了 只因此尽此生爱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